請問各位有沒有同學有學過樂器 有嗎?應該多多招有 有人學鋼琴啊或者是吉他啦 像我自己的話我學口琴嘛 那我學吉他 無科技技也玩過 鼓聲也玩過一下 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要學樂器 我們需要伴奏對不對 伴奏 你去KTV有唱歌過 有沒有KTV都有那種 沒有人聲的版本 對吧 那你如果萬一你找不到 比如說你要表演 那你剛好找不到那一首歌 有所謂的KTV版本 要怎麼辦? AI可以來幫忙 AI可以幫助你 把人聲去除分離音樂 比如說有同學學爵士鼓的 那你要自己打鼓的話 就不希望怎麼樣 原本的曲子鼓出來嘛 你就直接有人聲啊或其他樂器 我就直接打鼓配合就好了 這樣是不是更清楚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現在網路上也好 或者是街頭藝人 有沒有很多都是藝人樂團 棒了 得開戲啊 不得已的話當然是這樣的 可以的話我是覺得多人一起演奏 一定比較好玩 因為人嘛 跟機器是不一樣的 那麼我們往下走一下 事實上有一個免費軟體是聲音編輯的 那這個它有去除人聲的功能 只是一般來講 大部分效果都不是很好 有特定的情境下 它怕去的乾淨 那這個網站呢 我先把它打開 它有中文 所以你也不用翻譯 它有中文 那但是要註冊啦 我通常單純一點 我就是用Google或其他的社群帳號註冊就好 那麼我們先聽看看 好不好 我往下走 往下走 它目前免費的方案就是一個月無首歌啦 不過各位應該知道 其實無首歌應該也夠了 只是每天都在做的對不對 好 我往下走 往下走 這裡呢 有我錄的教學影片 我們先來聽看看原始的音樂片段 我問一下 有人對這個歌手 有那個嗎 有聽過嗎 沒有嗎 原住民的歌手 好很好 沒有聽過 這是原曲 現在來聽看看 聽過Mois轉換後 它可以分成兩個軌道的 人聲跟伴奏 有沒有只剩人聲 好你看伴奏 有沒有只剩伴奏 這樣OK 好 那當然它還可以分成五軌啊 還有甚至有付費更多的 你還可以線上很音的 都有 好 OK 我就先聽到這樣 這樣可以齁 那我剛剛已經先登錄了 早上我有先偷偷做一下 因為這個轉換它要大概幾分鐘的時間 所以我就先找了兩首曲子 來這兩首有沒有都有聽過 應該都有吧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要聽哪一首 上課可以點歌呢 你要聽哪一首 唉 你們不要這樣 每次都要有 我用這個 一定要 這樣才到 極了幾次整來 我需要換音樂嗎 我可以換輕鬆一點 我需要換音樂嗎 我可以換輕鬆一點 甚至可以把同學名字 有需要嗎 好 我已經有同學舉手了 來來來來 你要聽哪一首 喔好好 我的少女時代 來來來來 我就點進去齁 點進來 我這個是分成人聲跟伴奏的 按下去 很久很久以後 我們才知道 前面是不是有一個 旁白 他再也不理你 不是真的討厭你 好 這樣 不清楚對不對 幹嘛 你有沒有感到特別的有尊榮感 因為他為你清唱 他都沒有為你清唱過對不對 也許當時夢 這樣可以 我們來聽聽這個時間點的 伴奏囉 差不多有沒有 前面那個旁白 前奏快完了 這樣有沒有 人聲跟伴奏就分開來了 那你有需要的 我們就怎麼樣 來這邊下載 有沒有可以分開下載 對不對 好 那這邊也是一樣 欸 可以問一下 有同學去看過這個電影嗎 可以接受男生跟男生嗎 現在是合法的 你不知道這個是講 男生跟男生的友誼嗎 對不對 來來 你看一下 點下去 好 我跳到後面 沈默的歡迎 是聲音 好 你看看這個時間點的 五 欸 這邊好像沒有補品 比較後面 沒有欸 這個剛好沒有補品 好 換貝斯 欸 也好像沒有 只剩其他的 真的 剛好路廣中的 比較沒有 我上次用的 五月天的 五月天有唱過這個嗎 現場有唱會 有沒有 一樣的 那如果說你想這樣子 他也有混音器喔 不過 這個 如果你要下載混音後的結果 這是什麼付費呢 但是你可以線上玩玩看 什麼意思 你就當線上的DJ了 所以 主旋律在這裡 比如說跑到這邊 按下play 這個時候你可以叫 不管說 你想聲音前 我要唱歌了 有沒有 啊不會唱的時候 叫做完工出來 這樣 這樣了解 好啦 所以呢 這個網站 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什麼 你今天如果要 上傳音軌的時候 假設你是YouTube上的影片 你不需要把聲音下載下來 直接給YouTube網址就好 然後你就選擇你要哪一種 這樣有沒有簡單 好 所以兩個AI的服務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就會發現這個世界 真的不一樣